据台湾媒体报道 资深艺人徐峰在三年前被诊断出罹患食道癌 之后又陆续有肺癌、口腔癌、气管癌、肝癌、骨盆腔癌等多种癌症 但他仍不放弃 被称为艺术圈的抗癌斗士 此前高凌峰患癌后曾要放弃正规医疗 该以明祖疗法 徐峰当时还指责高凌峰 前天他见到因为盗窃罪入狱的次子 儿子在病床前下跪认错 已经瘦成三十几公斤的徐峰当时意识还是清楚 并激动流泪 之后就陷入昏迷 家属最后决定放弃急救 徐峰今天早上五点病逝 中年六十八岁 徐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与张飞、倪敏然、奸厂、罗江组成黄金五宝 当时五人是在风飞飞主持的飞上彩虹 首次沾露头角 之后五人独挑大梁主持综艺节目黄金拍档 创下44%的超高收视率 娱乐久久搜集分享